西洋大人 每天要告诉你好天气 各位天气风险的朋友们大家早安 自从上个礼拜摆脱这个梅雨封面的影响 正是进入夏天以来 每天我们大家所面对到的 其实都是上午高温晴朗 但是到了午后就开始下起 这种热对流雷雨的天气的形态 热对流雷雨它发展得非常旺盛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种暴雨 闪电雷击 强风甚至冰雹的现象都会出现 那如果说对流爆发展得特别强的时候 甚至那那个下雨的情况会一路下到晚上 虽然说这种热对流的雷雨 是在夏天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 但是因为它的降雨来得非常的急 雨势也非常的大 所以常常之间都会造成这种 很多意外灾害发生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当夏季在外出活动的时候 其实都要特别注意 这种午后天气变化这种情形 那预计这个礼拜呢 在礼拜一礼拜二 看起来还会是这种上午比较晴朗 但是到了午后的时候 就会有那种热对流雷雨发生的 夏季的这种天气形态 热对流雷雨呢 主要是发生在西半部 东北部的山区 而且有机会扩展到这个平地的区域 所以到了中午过后要出门的这个朋友呢 要多加留意哦 那花东这个地方 虽然说出现午后雷雨的机会是比较低哦 但是来自南风东南风会有些水气 所以也会有些局部短暂正雨出现的这种情况 但是到了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呢 来自东南风的这个水气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情形哦 所以在迎风面的花莲台东 恒春半岛这些地方呢 可能一整天断断续续都会有短暂正雨出现的机会 那至于说在西半部还有中北部 看起来还是这种 中午过后容易有热对流雷雨发生的这种天气的形态哦 到了礼拜五开始一直到这个周末 就是这个7月1号到3号这一段期间 预期在南海可能会有这个热带低压 或者是台风发展的这个机会 虽然看起来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哦 但是它外围的这个东南风 偏南风的水气会一直带进来 所以说在东南部南部这些地方呢 可能一整天断断续续都会有下雨的这个情况哦 那中部跟北部地区云量会比较偏多 那容易到了中午过后 还是会有热对流发生的这种情况 整体的这个降雨会变得比较多 天气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哦 所以说如果有假期活动安排的这个朋友 一定要多加留意最新的这个天气讯息 所以整体来看呢 这个礼拜要特别注意的是后半段的天气的情况 预报资料看起来 在南海有热带低压或是台风发展的这个可能性 虽然说大致来说 它应该会往这个广东沿岸这个地方移动 不至于直接威胁到台湾的天气 但是它的这个外围云层啊 还有一些水汽啊 在周末的时候 我看起来对台湾还是会有影响哦 所以说 整个它未来的这个预报的这个变化情况 会不会再有改变呢 其实也非常要值得观察注意 只是说按照目前的这个预测来看的话 这个可能会出现的热带低压或是台风 直接影响台湾的可能性并不是很高 所以暂时来说的话 还不必太多担心 只是还是要多留意它后续的这个预报变化 是不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情形出现 好 以上迹象呢 是由天气风险五胜宇提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